这是不付费可以看的吗 只见小姐姐拿起床上的项圈 温柔地给帅哥套上 随后发号施令 帅哥像小狗一样地趴在他腿上 小姐姐很满意 倒在手上一把狗粮 帅哥也尽情地吃了起来 这对帅哥美女是同一家公司的员工 原本二人并不认识 现在发生的一切 都要从这个全天下最涉死的快递包裹说起 帅哥叫智侯 小姐姐叫智友 两人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 一天 公司的菜鸟驿站 错把智侯的快递 拿给了智友 只见智友打开了这个属于智侯的快递 一时间 整个空气都尴尬了 那你 自己什么时候买狗粮了 就在这时 智侯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像是怕暴露什么秘密一样 他一把抢走了智友手中的项圈 为了不让他怀疑 智侯赶紧解释说 这是给自己家狗狗用的 他尴尬地笑笑 正要开溜 结果 看着地上的道具说明书 智友好像明白了过来 原来 这个项圈 是智侯为了满足自己那特殊的爱好 买来自己用的 结果现在小秘密被智友发现了 自打这天起 智侯再也不敢直视 发现了自己秘密的质用 只好在网上求助 和他有一样爱好的小伙伴 有小伙伴大胆猜测 既然智友一直没有曝光这件事 说不定 智友也有相同的爱好 与此同时 智友因为这件事的冲击 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夜跑时路过一家商店 看着粉红色橱窗里熟悉的项圈 竟然忍不住幻想之后 把他用在自己身上 可惜被妈妈打断 还调侃说要给女儿买一套 隔天 智侯鼓起勇气 把智友约到公园打算 跟他好好聊聊 没想到智友格外大度 这让他想起了小伙伴的猜测 以为智友也是圈里人 终于不用再伪装了 对着智友一顿输出 话音刚落 智友金的下巴都要掉了 智侯再次射死 自此以后 为了不让智侯尴尬 智侯总是刻意躲着他 智侯以为是自己的爱好 让人厌恶 忍不住偷偷跑到角落 哭了起来 这小奶狗的模样 哪个姐姐看得不心疼 智友连忙上前解释 自己躲着他的原因 看着智友一副 温柔成熟欲解的模样 智侯忍不住 说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这对俊男靓女的关系 也太乱了 他们表面是公司同事 私下居然是主仆关系 面对做眼前 这个小奶狗主人的请求 这对刚接触这一圈子的智友 还是太过超前 他下意识地拒绝了 不过没多久他就会后悔 在公司里 看着公司女同事 频频围着智友先殷勤 智友吃醋了 他把智侯单独拉出来 准备好好聊聊 问他 为什么请他当主人 智侯坦言自己 总是活在别人的目光中 假装成熟 但智侯恰恰相反 从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活得很真实 一番交谈 看着眼前跟金毛一样听话的智侯 他同意了智侯的请求 为了当好这个主人 智侯回家后 连忙补习功课 一边查 一边脑补了一出大戏 第二天 学成归来的智友 跟智侯约法三章 两人签订了一份 为期三个月的主扑合同 约定每周进行一次游戏 并送给智侯一副眼睛 告诉他 如果他需要被命令 就戴上这副眼睛 择日不如撞日 这一晚 两人来到宾馆 智侯终于如愿以偿 戴上项圈 化身小奶狗 撒泼打滚的样子 比狗还像狗 然而 宾馆的隔音太差 隔壁小情侣修人的声音 传了过来 这让过于入戏的智侯 听到后 疯狂犬吠 以假乱真的叫声 引来了隔壁情侣的投诉 经过这事 两个人的关系迅速升温 白天 智侯一副成熟稳重的模样 但到了晚上 却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小奶狗 这天至有生日 智侯 贴心的为主人 准备了一份大礼 烛光晚餐 红色高跟 高跟踩住的每个地方 都痛并快乐着 但很快 一个实习生的到来 让两人的关系出现了危机 领导让智侯负责带实习生 智侯的工作量突然增加 主人的精力和时间被分走了 这一下智侯不乐意了 尤其当他听到实习生说 智侯严厉的样子 让他很喜欢 他再也坐不住了 下班后 智侯在无人的办公室里 故意犯错找骂 求关注 智侯微微一笑 轻轻关上了门 拉上窗帘 火力全开 打得越狠 智侯就越享受 智侯的日子 随着互动的增加 智侯对两人的关系产生了迷茫 因为他意识到 自己已经不知不觉 喜欢上了智侯 这显然已经超出了 单纯的主仆关系 智侯想和智侯 做一对真正的恋人 而不仅仅只是在 游戏扮演中 思来想去 他决定在约会时 跟智侯摊牌 你见过这样的情侣吗 出门约会 都要把手绑在一起 这是什么癖好 智侯决定 跟智侯摊牌 让两人的关系 更进一步 周末 二人来到植物园约会 智侯命令智侯 要想情侣那样亲密 于是将两人的 手用链子绑在一起 全程形影不离 吃饭的时候 智侯鼓足勇气 表明了心意 希望两人正式交往 不仅仅是游戏中 出乎意料的是 智侯竟然犹豫了 甚至拒绝了智侯的表白 其实智侯也同样喜欢智侯 只是他前女友 就是因为知道他的癖好 才和他分的手 还大骂他是变态 他害怕以后 智侯也会像前女友那样 抛弃自己 他不想再经历一次 表白被拒红 两人的关系瞬间跌到了冰点 本以为两人会到此结束 意外却发生了 两人之前在办公室 大逮游戏那晚 声音居然被人录了下来 发在了公司群里 原来 实习生的录音笔下班 落在了公司 发现录音后本想 撕发给智侯的时候 却手残 把他群发到了公司群里 这一下 公司同事全知道了 他俩的癖好 智侑成熟高冷的人设 彻底崩塌 同事对他指指点点 甚至发短信 骂他变态 公司高层震怒 针对此时 对两人展开了批斗大会 会上 公司领导贾欣欣的批评影社 嘲笑智侑变态 为了捍卫智侑的名声 之后站出来 坦白了自己的特殊癖好 冒着被辞退的风险 回对了高层一对 他当众向智侑表达了爱意 希望正式确定关系 智侑同意了 并主动提出了辞职 有意思的是 录音笔不仅录下了他俩的声音 还意外录到了公司高层的小秘密 实习生 把这些录音通通群发 为了遮掩丑闻 公司对两人只进行了 象征性的处罚 两人更加美妙的生活 也从此展开 高冷玉姐 配乖巧小奶狗的CP组合 看了让人直呼上头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 我是小李 下期视频依旧精彩 我们不见不散